周振秋表示 坚定不移地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就是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应该是提到一个更高的程度上 就是我们站在中华民族的一个大局上去看这个问题 和平统一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主张 而且我们愿意以最大的诚意来推进和平统一 以符合两岸人民利益的方式来推进统一 周振秋表示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 始终在祖国大陆这边 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事和意都在我们这边 那我们讲的是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祖国大陆的不断的飞速的发展 经济社会的进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我们不管是在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建设 包括军事各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有这个力量 我们也有这个自信来解决台湾问题 那还有一个意 那不管从历史还是从法理的角度 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实现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那我们是大意所在 周振球表示 赖清德扬言要继承所谓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持续推行所谓去中国化的台独路线 阻碍两岸正常交流 人为阻断两岸青年接触的渠道 美西方打台湾牌牵制中国大陆发展 我们要集中更大的力量予以反制 周振球强调 两岸交流不能停更不能断 我们欢迎鼓励台湾同胞到大陆来 其实我们也更希望我们也能够到台湾去 这种交流是双向的 只有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 才能相互了解 才能增进两岸同胞的共识 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周振球还呼吁 要把海外和岛内的爱国促统力量联合起来 形成最强合力 共同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实际上还有很多在海外的这个华人 他心中都是存在着祖国 我们也可以发挥他们的力量 就把我们这个所有的爱国力量 把它这个集合起来 共同促进这个台湾问题解决 实际上在岛内也有我们支持 两岸统一的这种力量 我们把各方面的力量都统一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能解决台湾的力量 统一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